大家好 今天是 12月9日 星期三 市值到现在这分钟 12月份都是没有方向 为何我这样说 因为暂时来说 12月份 最高的指数是12月7日的26,870点 最低的指数也是12月7日的26,256点 简单说 整个12月份值到现在这分钟 不理最高或最低的指数 都在同一日之内出现 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 绝对不可能在同一个交易点之内出现 后续来说 我们真的要等 等什么呢 指数攻破26,870 不用说 一定是先低后高 反过来 掉头跌 如果跌穿26,256 无耐了 先高后低 到底形态怎样看 先看看10天和20天线 因为10天线现在在26,603点左右 而20天线大概在26,513点左右 简单说 以指数现在在26,513点左右 升100点就出现突破 跌100点就出现跌破 我们先看看 到底指数是否在12,10天线上 如果是 形态既有利于市顶 反过来 在12,10天线下 肯定是肉市底的形态 不过无论怎样 就算市真的进入市市低位 都只不过是 中期升后的正常消化和整部 没什么大外